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教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32回 话说小姑娘黑黑笑着 蹦跳的跑到了徐凤年的身边 她好奇的抚摸着大钟 一脸崇拜的说 徐凤年 你还懂这个呀 徐凤年小道 懂一些 小姑娘遗憾的说 我就差远了 从小被我娘说五音不全 比起家里那些和尚念经还难听呢 徐凤年打趣道 我教你吹口哨的时候就已经领教过了 小姑娘抬一脚去踩徐凤年 被躲掉 心有不甘的小姑娘开始追杀十字殿下 站在楼梯口的鱼又微轻轻感慨 这小姑娘胆子真大 打闹了一会儿啊 徐凤年看到青鸟站在门口 脸色不太自然 徐凤年心中一动 用手按住小姑娘的脑袋 另一只手指了指鱼又微 李子啊 你先跟这位鱼姐姐玩 我先去接个人 小姑娘答应了一声 徐凤年在门口转身望向鱼又微 吩咐 你照顾下李子啊 对了 这两天呢 需要你舞剑 鱼又微皱眉 终于还是没有拒绝 徐凤年飞奔到梧桐院 拿起两盒棋子朝湖跑去 只见一女子牵马而行 身后王府管家仆役都个个的大气都不敢喘 老鼠见着猫一般的战战兢兢 徐凤年小跑过去丢了个眼神 一群浸若寒蝉的仆人如蒙大射 顿时呈现鸟兽赞 徐凤年笑脸谄媚道 二姐 累不累 饿不饿呀 被世子殿下溜须拍马的女子撇了一眼 徐凤年腰间的袖东刀 眼神更冷 没有作声 徐凤年并不气馁 小心翼翼排在他身侧 二姐 我在武当山给你刻了一副棋子 按照你的十九道三百六十一刻 你瞧瞧 在王府 下人们都知道 大郡主徐之虎惧怕大驻国 大驻国死殿下 而徐凤年又怕徐卫雄 一物降一物 到了二郡主这儿 似乎就不再怕什么了 天不怕地不怕 身为女子都敢在北梁战阵上提劲杀人 王府上下就没谁 不对这位城府韬略 巨是超人一等的他感到毛骨悚然 那江泥算是有骨气硬气的女币了吧 一样被徐卫雄丢到井底三天三夜 拉出井的时候啊 原本那么水灵的一个小姑娘 就跟没了生活的厉鬼一般了 徐卫雄看也不看那颗棋子 漠然而行 徐凤年委屈地喊了声姐 徐卫雄冷声说道 我是你姐 徐凤年停步步前 我练个刀 至于跟我闹吗 那三年多没见都没小模样了 徐卫雄悍然出手 暮色中一条光滑暴涨 徐凤年左手手臂一阵的抽痛 棋盒脱手 一整盒一百八十颗白色棋子 在空中坠下 见起一百多朵水花 当真是天雨散花了 徐卫雄继续前行 不理睬呆立在当场的世子殿下 他只是面无表情的说 我瞧见了 只剩下一盒黑棋的徐凤年 望着二姐的身影远去 久久才叹息一声 第二日 徐凤年去骆徒院看望徐卫雄 二姐闭门不见 第三日 二姐人总算是见住了 这还是徐凤年翻墙爬楼的功劳 他卧榻单手捧着一本 不为当下世子推崇的考工记 对徐凤年视而不见 徐凤年嬉皮笑脸的 想要去这床榻上躺着 徐卫雄身判骨将苍狼出窍半寸 徐凤年无奈 二姐 你什么时候能消气啊 你啊 他轻轻的说 我马上要回学宫 不见到你 自然不生气 徐凤年愣了 不是 那你不在家过年呢 不等徐骁回来了 徐卫雄只是轻轻的翻了一页 徐凤年莫不作声 从上午做到黄昏 徐凤年放下了孤零零的一只旗盒 落寞离开 干净速解 如同一个雪洞的落途院 徐卫雄起身下踏 吃过一些点睛 看了眼窗外天色 便去马厩 牵赤手 他说走便真走 绝不拖泥带水 牵出那匹 因缘际会下才驯服的通灵爱马 徐卫雄犹豫了一下 反身回到院子 拿了一样小东西 徐凤年站在王府门口 亲眼望着一马一人一剑 决然离去 不用去落途院看 徐凤年知道 那盒棋子就摆在远处 何苦来哉呀 世间哪有喜欢孤身远游的女子 徐凤年走向清凉山山顶 那里的黄鹤楼下 会有一场天下罕见 来形容都不过分的歌舞 本来呀 是送给李子小姑娘 不曾想 却送了二姐 这支黄黄北梁镇铃鸽 便是由离去的徐卫雄填词 徐凤年的谱曲 今晚会有鱼又微的舞剑 红色青鸟众女的黄中大驴 绿意黄商等三十余乐师的琴色声鱼 歌女舞姬一百六十人 清凉山巅灯火如白昼 整座城能仰头看到这边的辉煌 整座城都能听到那宏大的天来 城内百姓疯狂的传递消息 世泽殿下又要赏曲了 黄鹤楼下 艳势如红 北梁参差百万户 其中多少铁衣 国枯骨 功名赋予九一壶 试问帝王将相 急剖土 山上走吐 林间睡壶 弃吞江山如虎 珍珠石壶 雪泥红炉 速手满腰成火 十万弓弩 射杀无数 百万头颅 滚落载路 好男儿 莫要说那天下英雄 入了五五 小娘子 莫要将那爱慕斯良 藏在身负 来来来 试听谁在敲美人鼓 来来来 试看谁是阳间人徒 飞凉红炉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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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多少天因我苦可 古灵笔路 火雨就一壶 帝王将相 几葡萄 最后路 康慨出 几腾江山 十五湖 山上土 人皆乎 问神 这父 卖青醋 长毛骨 足手 我要一尘口 用一路 向一路 牵引地 长沟 山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来 请就看 大人 施阳 剪人头 领后 烈 沙潮 瑕瑟 香 披靡 北梁 北梁歌 总计 一千零八字 在北梁军中广为流传 城楼上只有寥寥三人 徐霄 义子 陈之豹 以及最后被他们拦下来的徐伟雄 徐霄右手悬空 捧着一碗烈酒 闭目凝神听歌声 左手拍打着膝盖 陈之豹 神情肃默 徐卫雄听到一半便下楼 他手心攥着一颗漆黑如墨的圆润棋子 却说黄鹤楼 第一次见是如此浩大黄黄阵仗的小姑娘 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 身边胆小的奔南北 吓得撒腿就跑没了踪影 李子愣愣的望向不远处 挟握在他的世子殿下 只见他缓缓喝着酒 头戴一顶紫金冠 一袭白袍 眉心一抹青红 如同忘忧的天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姑娘早说要走了 可第一天呢 说肚子疼不走了 第二天说要给爹娘买些年货带回去 结果拉着世子殿下在城里逛了一天 这第三天躺在被窝里边不肯起床 眼珠子滴溜溜烂转 可想不到什么好理由了 还是徐凤年拾去 说历书上说呀 今日不亦远行 然后他又让世子殿下陪着 把这清凉山上下走了几回 第四天终于没辙了 小和尚奔南北也要疯了 这小姑娘只好长须短叹的走到徐凤年 给他准备好的马车 车厢里边堆满了他爱吃的点心瓜果 他连同腌制水粉呢一起都记在账上 下次再见徐凤年可都是要还钱的 至于他老爹床底下那只托瓮里边的铜钱是否足够 他可不管 小姑娘见世子殿下似乎不上马车 像是少了点什么 着急的说 徐凤年 你不送我呀 徐凤年抬头揉声说 不了 怕出了城啊 就忍不住把你给抢回来 小姑娘立刻开心了 看吧 徐凤年还是很在意自己这个知己的 不能送行就不能送行呗 他还年轻 自己还小 不怕以后没机会碰面 再说徐凤年说了 最迟两年就去他家玩 这光顾着高兴的小姑娘都忘了自己啊 没跟这世子殿下说家住何方了啊 那座寺是什么寺 那天下寺庙无数世子殿下再神通广大 没个头绪上哪找啊 他坐进车里低头把玩着手上的一串子弹念著 一百零八颗 寓意催破六根六种三世共济百八烦恼 这是世子殿下从九华山一位得到高僧那儿虔诚求来的佛门圣物 那位高僧的师父恰好原济于一百零八岁 手持这串佛门拴马锁 诵经无数 自然蕴藏着一股只可意会的殊胜功德 可见没心没肺的世子殿下却是打心眼里边爱惜这位小姑娘 那一夜让城内老族百感交集的黄黄北梁震灵哥 小姑娘鬼使神差的跑到世子殿下踏前被他搂了过去抱在怀中 他也不休听着歌声闻着酒气只觉得是满心的安宁 小和尚上车前对徐凤年合手行礼 徐凤年笑着还礼 小和尚比小姑娘要比较熟悉这人情世故一点 说了诸多发自肺腑的感谢之言 小和尚自始至终呢 都对这个恶名昭彰的北梁天子号顽固 没任何反感 大概是见面前就听李子说 徐凤年是如何如何聪明 所以先入为主 印象不错 加上这段时间呢 只看到世子殿下放下身段陪着李子疯玩 没看着他怎么跋扈行恶呀 到时最后 从那栋大哥楼给他带来了好几本四里都缺的孤本佛经 小和尚实在是憎恶不起来呀 马车环动 小姑娘掀开了帘子使劲的挥手 徐凤年也笑着挥了挥 等彻底瞧不见徐凤年修长身影 小姑娘这才一屁股坐回绣堆 有些懊恼 心里边空牢牢的 小和尚问 李子怎么没看见你 说那个老马夫老黄呢 原先无精打采的小姑娘立即眉飞色舞起来 老黄啊 最有意思了 笑起来 你就能看到他那缺的两颗大门牙 老黄最心疼一把象牙梳子 总是藏起来 生怕徐凤年拿去卖了换钱 但是愿意借我梳头发 反正我和老黄交情老好了好了 只要李子心情好 这小和尚心情就好 即便李子是为了老黄 甚至是徐凤年而心情变好 这小和尚都无所谓 笨南北 小姑娘突然拿手指敲了敲小和尚的脑袋 谁让你喊我李子的 小和尚抱着头说 徐凤年都这么喊 小姑娘恼羞成怒 你是他吗 会一样吗 小和尚怯生生的说 嗯好的东西 小姑娘咬牙切齿 也不许喊我东西 吴南北 你个笨南北 小和尚实相闭嘴 他是真生气了 否则也不会喊他全名啊 吴南北 因为师父以往总是揪着李子的 小辫子 寻寻教导他 僧不言明 道不言寿 不许喊出啊 出家人出世前的本名 没啥大优点的师父 也就在这一点上 比较拿得出手 李东西 吴南北 小和尚脸上虽然拘谨 其实内心开心的下 你是东西 我是南北 只要我们在一起 你就好了 可怜徐潇知道 小姑娘小和尚出城 才能在自家王府冒头 与徐凤年坐在胡心亭 只有父子二人 连陈之报都没在场 大祝国六个义子 陈之报 袁左宗 叶熙真 姚简 齐当国楚路山 性格迥异 誓此殿下 与他们的关系 也各有微妙 徐凤年打小啊 就跟陈之报不对路 以前对袁左宗 齐当国这两位 充现无敌的武将 也没什么好感 最近一年呢 关系改善太多 喝过几次酒 至于如将叶熙真 始终与世子殿下 关系平平 倒是精于青囊术的姚简 跟徐凤年 一向能够说实话 年少世子 当年最喜欢看姚简 疼图点穴 总觉得十分有趣 那远滚远滚的楚求儿呢 自不必多说了 背躬屈膝的跟着他 那是徐凤年 就跟他亲生儿子 差不太多了 没人怀疑世子殿下 若是要杀了他家中的妻儿 这楚情会不会皱眉头 徐潇得意的说 在城门附近 遇见你二姐 他这次没骂我 老爹可厉害呀 徐凤年郁闷着 不骂你 那是因为二姐都在跟我拗气 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堂堂大驻国 徐潇倒是向村野农夫耍赖道 这个我不管 徐凤年气道 你都不知道把二姐拉着 好歹在家里过个年呢 徐潇撇嘴 那那我不是找妈妈我 徐凤年摇摇头 一肚子闷气 深呼吸一口问道 我前两天摆出那场维持的歌舞 没事吧 徐潇善的说 没事没事 哪能次次碰上皇帝驾崩啊 徐凤年哼了一声 徐潇只好陪着笑 徐凤年十四岁那年呢 先皇出奇暴毙 朝野上下哀悼期间 世子殿下竟然在黄鹤楼 大哥大舞了一场 整个北梁都给惊吓的傻眼啊 大入国一身尘土 赶回王府就要仗打这个混账儿子 最后啊 还是没舍得下手 只是把岳方两百余人 全部拖出去斩首示众 那时新登基的啊 当今的天子 展现出宽厚的一面 只是口头训斥了几句 以徐凤年年少无知为由 压下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世子的非议 才三年后 便又有将呢 顽劣北梁世子 昭为成龙快婿的意图 天下更是哗然不解 徐凤年问 二姐的剑术到底如何了呀 大祝国叫 比你引来的南宫先生 还是要差半仇 徐凤年惊讶 知道二姐剑术不俗 可竟然如此朝群了 大祝国引以为傲道 为雄这妮子 做什么都是要争第一的性子 说好黄龙是那个乌龟王八蛋 迟早有一天 要被你二姐当做垫脚石 徐凤年肩扛秀东 双手捧着后脑手 靠着红漆金粉雕龙的大亭柱 要不把我二姐和白虎脸凑一顿 想来想去也就他们两个比较般配 大祝国白眼一翻 这话你对两人任何一个人说都要逃打 一柄红痴 一柄春雷 有你受的 徐凤年叹气道 确实还就打不过 大祝国放低声音 我手头倒是有个高人 你有本事就收下 徐凤年赵梅下意识问 有多高啊 大祝国伸出两根手指 全天下真真正正能排进前十 四十年前可以排进前三角 二十年前的话前五肯定没问题 徐凤年苦笑 那岂不是比老黄还要高 徐潇笑了笑 这徐凤年接着问 他被你藏在哪了 徐潇指了指听朝廷 神秘的说 亭子底下镇着呢 我为何建造此亭啊 你师父为何在此 都是因为这个百年一遇的老妖怪 徐凤年很有自知之明的摇头 就凭我这身出出茅庐的三角猫功夫 徐潇点点头 不急 那老妖的戾气还没被磨弓 现在任何人去了 的确都是宋子 徐凤年自言自语 那我以后啊 都不敢去听朝廷了我 徐潇笑道 可以去 徐凤年坚决的说 打死都不去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出喉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兵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